自己在当上主管的那一天 我们想成为怎么样的领导者 我们想打造怎么样的团队 怎么做好一个教育的这个领导者 我觉得这是大概在 现在的团队领导里面 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 那我们除了在地化 我想我们也要关注到国际的趋势 看看别人比较自己 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的精进 等一下会有一位民众 她来到我们这个女子创新市集 她叫做小琪 小琪是一个非常想返乡回家乡的一个女性 透过小组的脑力激荡 请帮小琪设计一个 能够为小琪跟这一群人 带来经济生活的方式是什么 60岁的女性 对 她如果要从 原本的路式搬到那种床 她会有什么坏的 好 我们恭喜最后创新揭晓的时间是 第一组我家厨房 台下的人请给我们一个掌声好吗 我家厨房赞赞赞 很多时候你一直解决问题 但是一直在发生 为什么 因为你没处理人 因为有一些东西根本不是能力的问题 是心态的问题 而心态的问题就需要用教练 一个leader 你是有布袋帽子的 你是管理者 你也是领导者 你也是他的教练 你也是他的师傅 但是你清不清楚 你现在戴的帽子是哪一个 就传统型焦点就是主管 所以主管的能力就是整个团队的天花板 传统型更多一点 focus在教技能 因为只是想要解决问题 事情做好 而教练 焦点在人 激发潜能 我们这种三明治的中阶主管 很常碰到的挑战就是说 我们要怎么跟上沟通 跟对下沟通 对上沟通 我觉得他的优先就是我的优先 并且让主管很快的看到成果 管理团队这件事情里面会有各种不同的人 就是换位思考 坐到他们的椅子上 坐到穿上他们的鞋子 用他们的角度来思考事情 在管理过程中 我试着把这两件事情分开 你做这个专案失败了 不代表你失败了 那个火你不能熄灭 你是什么样子 你就已经是决定了 但是最重要就是要接受你自己的样子 然后我发挥唱出 原来我们要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药 或者是用教练的方式带领他 非常重要 同仁很需要各位主管的支持 因人自已的领导 那这个部分真的很需要各位的支持 我们很辛苦的夫妻组 帮大家安排的这样子的 这个培训的课程里面 大家可以回去发挥你们的影响力 然后带动更多的服务创新方案 管理是处理事情 任务和领导是调整 个人的心态 其实有效率的取舍 对我来讲是我现在的工作目标 我现在真的已经放弃平衡这件事情了 妇女设计高峰会 Power up